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介绍 就是第一章简介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一边我们会分成四个部分 我们的R-line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我们会介绍就是 这个热力学跟动力学之间的一个差别 如果说你要我给一个例子 就是说最简单来就说明 热力学跟动力学的一个差异 那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想你现在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到台湾来 那你现在对台湾完全都不知道 可是你大概知道台北 台北是不是在台湾 那你现在要从台北 你可能要去台中 你可能要去台南 所以这个不同的地方 它就有不同的坐标 那热力学就类似是像这个坐标 它提供给你一个基本的参考的标的 然后接着你从台北你要到台中 你要到台南要到高雄 你要搭什么车 走什么样的路径 多快可以到达 那这一个这方面的资讯 就是KINETICS要提供的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Thermo Diagnetic给你一个坐标 要参考的这个标的 KINETICS要给你的这个资讯就是路径 要走什么路径 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 要走什么路径 然后速度多快 Rate 一个Path 一个Rate 路径跟速率 OK 这就是KINETICS 要告诉我们的 第二个 Equilibrium跟Steady State OK 这两个有时候 在不是很严谨的描述的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其实会混在一起 可是如果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 OK 一般我们常讲 冰跟水会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是什么状态 冰水共存的时候 那个温度是多少 联度 对不对 冰跟水共存 可是这个是在什么环境之下 它应该是一个COSYSTEM 整个是密封的情况之下 然后达到平衡 所以这个是确实 它冰跟水可以达到Equilibrium OK 那可是呢 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系统 并不是密封的这个状态 那冰会不会持续融化 冰会不会继续融化 会吧 那为什么冰会继续融化 有没有想过冰为什么持续融化 如果说就 我们如果用温度来当作是一个 它的状态的描述的话 在这个至少在完全融化之前的话 它的温度是不是都一直维持在零度 对不对 所以从状态的观点 它并没有随时间而变 它还是维持在零度 可是你确实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材料系统是一直在变化 那这个变化是为什么 因为有热进来了 对不对 你热一直可能是从外界持续进来 OK 或者说不是 对热从外界持续一直进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open system 所以一旦热进来的这个时候 它就牵扯到你里面会持续的相变化 并要持续融化 OK 因为它吸热 吸热然后融化变成水 所以这样的这个过程 它绝对不是equilibrium的状态 它就不是equilibrium的状态 可是它可以是steady state 它可以是steady state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equilibrium跟steady state 在某些的状态函数 比如说我刚才这个举的这个例子 温度就是一个状态函数 对不对 在这个状态函数 虽然这个没有随时间而变 可是如果是equilibrium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都不会变 OK 它也不会有热的这个流入流出的这个问题 它基本上就是不变 可是steady state 它确实是有某一些的这个物理量 一直在持续的变化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去介绍 equilibrium跟steady state 它的一个差别 第三个 irreversible thermodynamics 在你们学热力学的时候 常常是会讲就是这个reversible的process OK 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 走的是一个reversible的path 可以从这边到这边 从这边到回到这边 它是reversible的 可是在kinetics里面 通常是irreversible的一个process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会讲介绍 就是irreversible的一个thermodynamics 它跟平常的这个reversible 又有一个什么差别 我们会在这边来加以介绍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会把这一些的这个 这个在kinetic里面 所观测到的一些process的 这一些的这个变化 这个材料系统的这个变化 其实最终你都会发觉 它其实就是伴随着 entropy的这个产生 OK entropy的产生 你会发觉任何的kinetic process 它其实都会伴随着 这个entropy的这个production 而且我们会发觉 解决一个很漂亮的柿子 可以去描述这个entropy production 跟导致这个材料系统 开始产生变化的这个过程的 driving force 会有特定的这个关系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会介绍给你 就是说怎么去把entropy production 跟driving force 跟这个flux flux就是说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然后你的这个物理量改变的这个情形 OK 那我们会把这边连结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章里面 我们要介绍的四个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去描述一个材料系统 OK 怎么样去描述一个材料系统 现在如果说这个你有一个合金 OK 是这一个铜锡的合金 那你第一个你要想到的就是说 铜锡合金那它的比例是多少 铜是多少 锡是多少 所以这个composition 或者说这一个elemental的ratio 它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描述你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方式 OK 这个材料系统成分 那另外呢 你的这个铜锡的这个合金 它的融点 假设说是这一个400度的话 那400度以上就变成液态了 400度以下就是固态了 那所以它又不同的温度的时候 它又是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phase OK 所以温度似乎也是描述你的这个材料系统的一个variable 一个变数 OK 那还有呢 其实还有蛮多的 这些都是描述材料的材料系统的一些变数 composition phase pressure OK 你如果这个压力很高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液体可能应该就会变成是固体 气体可能会变成是液体 OK 所以压力也是一个modulate 你整个这个材料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变因 那温度我们刚才就已经讲了 熔点以上熔点以下 这个行为都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的这个呢 可能又跟charge state 因为它有没有带电 这个材料系统有没有是带电的 OK 那里面的离子是带极架等等 这一些都是跟你的材料系统 你怎么去描述它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还有呢 这个我们材料系的本行就是 你的这个微结构里面的缺陷 你的这个精力是大的跟精力是小的 OK 是为你的这个精力 或者是耐你的这个精力 它的行为都会不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发觉 其实要描述一个材料系统 说简单好像很简单 可是如果说你仔细去探讨的话 它其实也是相当复杂的 因为你要掌握不同的这个面向的这个变数 在这一边 OK 所以 这个 从热力学的这个观点 因为我们热力学上常是讲 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OK state Thermodynamic state 你可以把它视为就是说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在一个multidimensional的space OK 这些space它的变数是N1N2N3N4等等 那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些变数就是在这里 OK 所以当你要完整的描述一个材料系统的state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要掌握这些变数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 你在一个多次元的这个空间里面 你去它的这个这个坐标系统 你就是找出某一点那个位置 那当然你就是要知道它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dimension的这个变数的值 到底是多少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 一个 一个例子 OK 我们以这个迁徙合金 这个是pb63sn 是代表就是说 它是迁徙的合金 然后它有63vpercent的这个锡 OK 然后呢 它的这个合金是在200度C的时候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我们在这个力学里面要描述 像这种东西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资讯是什么 就是相图 对不对 有没有人没有看过相图的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像这个迁徙的二元合金 它的相图就是像这个样子 纵轴是温度 横轴是它的这个composition OK 你可以看 这一边的话就是百分之百的席 这边是百分之百的千 OK 那如果注意这个相图的话 有没有人注意到 这一个点是什么 这个点就是所谓的eutective point OK 这个共金点 OK 共金点 那这个点呢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看 就是说刚好 如果说是在这个组成 大概在六十几percent 实际上就是大约我这边 所描述的这个组成 然后200度C呢 就差不多是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根据相图来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是什么相 是liquid 是液态的这个相 OK 那如果说你这样 温度降下来一点点 你刚好碰到这里 这个大概是183度C的时候 摄施183度C的时候 这个点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这是一个什么点 三项点 OK 三项点 因为它会三项共存 哪三项 这一项 OK 负千项 因为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千 那这边就是千 占比较多的比例 这边是单项区 那这边呢 是负习区 OK kinrich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边还有liquid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 碰到这一点 这个所谓的eutective point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负千项 负习项 再加上益项 三项共存 那如果说你的成分组成 是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落在这里 那就会是怎么样 就是负习 负千项 跟异态的这个项共存 OK 所以这个项图呢 它可以告诉我们 是什么样的face OK 负千项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 两项共存区 或者是三项共存点 等等 OK 所以这个项图 告诉我们的资讯 有这一些 所以这个就有点是像 我们这边讲的 在这里 那这里有些同学都问说 怎么这边没有特别去讲压力呢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边 我们通常就是 D4把它视为是一个 Constant pressure 的一个condition 就是说 固定一大气压的这个情况 一般人对我们 这个材料的话 很可能就是说 大部分你可能是固态 或者是液态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的实验条件 或者我们的环境 都是Constant pressure 可是你如果要去处理一些是 跟气象相关的这个反应的时候 那Pleasure 就不一见的是固定的 因为你如果是气象的这个 这个物质进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考虑的就是Pleasure 所以你也会看到 有一些的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这个以前你们国中或者高中 也有学过水的那个像图 水的像图是什么 它实际上就是压力跟温度 压力跟温度 你可以分 就是说哪一条线 实际上是这个 比如说是异象跟固象 它的共存的这一个区域 它实际上是一条线这样子 那也有所谓的这个三项共存的 这样子的 因为有一些的话就是说 它这个压力 这个大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你就没办法分出气象跟异象了 所以像图它有很多种形式 这个大概是一般 就是温度对组成 这个大概是在我们材料里面 固态材料里面 你常会去处理的 或是常会看到的这个资讯 那所以这一页主要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你从Tomal Dynamic的这个观点 你要去描述一个状态的话 你必须要掌握它的不同的变数 OK 不同的这个变数 OK 那在Tomal Dynamic里面 我们最常用到的State Function 会是什么 就是这一边会提到的 跟能量相关的这个State Function OK 那我想你们应该已经也学过 这个U通常代表的就是内能 Internal Energy OK 然后Anthony 就是所谓的韩 OK 那是用H来去表示 那还有这个Hemhold Free Energy F 或者是G Free Energy G 这些其实就是不同的能量函数而已 那也许你会好奇说 为什么要定义这么多的这个能量函数 那这个其实是跟它的这个 就是说你所要处理的这个材料系统的这个环境 或者是它的这个条件会有关系 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 这个Internal Energy 这个部分 OK Internal Energy 你的U 它原来的定义的话 是TS-TV OK 也许这个大概以前 大概同学大概就学到这边而已 后面这个大概是没有特别去提这个东西 Sumation MuI Ni 这个我马上会讲到这个东西 一般你可能就先这边 可是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底U 这个是代表什么 底U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变化量 内能的变化量 一个系统它的内能要有变化 通常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内能会有变化 热有流进或流出 对不对 热能进出 这当然会对内能造成影响 那它会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它的Entropy上面的变化 假设你如果这是在一个定问的这个情况的话 当然就是Entropy会变化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系统 有没有对外做工 或者是外界对这个系统做工 那它也会造成它的内能的变化 那这个做工 我们又把它细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机械工 机械工 就是什么 有力 然后作用一段距离 这个就是机械工 那它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项 所要告诉你的 附的PDV 所以这个是机械工 然后呢 还有一些是非机械工 这些非机械工呢 它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是内能的变化 不是内能变化 抱歉 是那个chemical potential的这个变化 OK 比如说每一个原子本身 它带有一定的能量 那现在在我这个系统里面 有这个比较多的原子跑进来的话 那这个系统它不就能量就上升了吗 对不对 所以它反映的就是在这里 μI dNi 比如说如果说 你增加一个原子 所造成的化学能 或化学未能 OK 的变化就是μI 那dNi就是这个加进去的 这个原子的这个more数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伴随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化学能的这个变化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非机械工 因为它没有牵涉到就是一个d 然后去作用一段距离 这个传统的这个牛顿力学 告诉我们的东西 它在这边没有 OK 那它也可以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系统 它的这个surface area变大了 surface area变大了 那会有什么结果 表面能 因为你一个系统如果有一个表面 它跟外界有一个界面的话 那这个界面的面积变大 这个系统的能量上升还是下降 上升吧 对不对 因为surface变大的话 那它的这个surface energy 是不是跟着就变大 OK 那所以这个也是非机械工 OK 这个也是非机械工 那或者是说呢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磁性材料 有一点了解的话 磁性材料 里面是不是会有磁偶具 OK magnetic type of moment 那这些磁偶具 你如果说把它全部排在一起 它都很规则的排在一起的话 它就代表它会有很强的这个磁力场 对不对 那可是它如果是random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磁力场就比较弱 所以你如果要让这个磁偶具 乖乖的排在一起 那你就要加一个磁场下去 那这个某种程度 实际上也是把外界对它做工 所以这个也不是mechanical work OK 可是呢 它都可以包含在 我们后面这边 这个mui chemical potential 这个部分 OK 那或者是它的是charge的这个状态 它是带电的粒子 那在一个电场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有电位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一些 我们都全部把它lump在 这一个chemical potential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回来 再看这个式子 这个内能的这个式子的话 简单来讲 就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热能进或粗 一个是机械工 OK -pdV的这个turn 那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把它全部lump在所谓的chemical potential 这个部分 把所有的非机械工的部分 放在这一边 OK 所以这个是内能 那这个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什么 简单来讲 它实际上就是能量守恒 因为这三个的变化的总量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它的内能的变化量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能量守恒这样的一个定义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anthropy 寒 OK 那寒一样 就是说h 如果根据它的定义u加pV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u带过来 你就会发觉就变成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我们用变化量来看 寒的变化量dh的话 它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个操控的一个 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process 这一个process 它是在一个dp为0 也就是说压力没有变化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系统 就是在一个constant pressure的情况之下 所以dp这一个turn就为0 所以这个就不见了 OK 然后呢 我也没有mass transpose 我的数量mol数系统里面的mol数Dni 有完全没有变化 那这一个turn也没有了 所以只剩下什么 dh等于ts tds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你的寒的变化量 就跟你的热的交换有关系 所以像这个h 这个能量参数 在机械系方面去探讨热机的运作的时候 就很适合用这个energy function OK 所以如果去讲一些cycle的heat engine的时候 就很适合用这个anthropy来去做处理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hem holds free energy hem holds free energy的话 df 我就直接讲这个变化量 df等于fu sdT-pdV OK 然后等于这个东西 那你来看这一边 如果说它是一个你的这个系统 你是去藉由控制温度 或是体积的这个变化的 你就很适合用hem holds free energy 比如说我是在一个isothermal的这个情况之下 dT这个就可以忽略不尽 OK 我就只剩下机械孔 那如果说你甚至volume也没有变化 因为常常一些这个固态的这个系统的话 很可能你的体积在这个整个反应过程 并不会跟着变化的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也可以忽略不尽 所以你的hem holds free energy的变化 就纯粹就跟你的chemical potential 这个部分的变化有关系而已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g free energy的话 OK 它是等于这个样子 OK 所以dp一样 如果说是一个constant pressure process 这个我们不需要考虑 所以是fu sdT 那如果说你温度甚至也固定了 你的这个系统0 温度也固定 底地也固定了 它也是只跟这个有关系而已 OK 所以咧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chemical potential 如果以前你有学过这一个 我先弄到下面这一边来 OK 你如果大家还记得 以前你如果学这一个chemical potential的这个定义 通常是由这个g free energy这一边来 OK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系统里面 就是很大的一个系统 那我只要加一个很小很微量的 这个ni component加进去 对于你的这个g free energy的这个改变量是多少 这个实际上是chemical potential 它原始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如果是constant pressure 跟constant temperature 这两个为0的话 你就发觉 底g就直接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实际上呼应过来 就是你的chemical potential 就是这个东西 其他的变数都固定 OK 其他的component 除了ni之外 其他的component 也都固定 数目也都固定 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所得到的 这个就是chemical potential mu i OK 那如果说是constant volume 跟constant temperature 你会发觉 hem holds free energy 他的这个也可以推导到 你的chemical potential的定义 那所以 你这个在我们的 就是第一本的这个课本 kinetic material里面 你会发觉 后面他的那个chemical potential的 这个定义 他常常是用这个hem holds free energy 跟你的这个component ni这个component的偏微分 他就直接用这个样子 可是我相信 这个同学之前学热力学的话 可能学到的一般都是你这个 可是不管是哪个能量函数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 他在不同的constraint之下 他可能是定温 可能是定压 可能是体积固定等等 不同的条件之下 所得到这个结果 OK 所以 你像如果说是constant pressure constant volume 然后也没有mass transcript 他的DNA为0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这几个能量的这一个 df就是等于dg 就是等于-sdt 你如果回忆 回去呼应一下 刚才我们写的那些能量函数的定义 所以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energy function 实际上都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去描述 你的这个系统的 thermal dynamic state ammergy function 只是其中一个 OK 其中一个 最普遍用来描述系统的 这个函数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OK 那所以 thermal dynamics 我们来看 他就像我画这些格子 画这些格子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不同的这个坐标 某一个点就是不同的这个坐标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函数 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概念 state 这个是f 这个函数 然后他的变数就是什么 体积 温度 然后不同的这个component 这个数目 或者是composition OK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从 这个 他有不同的这个状态 不同的这个 thermal dynamic state 然后呢 我要从这个状态 到这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能够知道 他的速率 还有他的路径 是怎么样 他是这样直接过来呢 还是也许他可以先到这边 再到这边 这样也可以 OK 或者是我甚至绕到这边 到这边 所以他就会有不同的路径 那这个不同的路径 跟他的速率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 这个kinetic process 的这个资讯 OK 那 从这边到这边 他也是一个kinetic process 那你可以看 同样是到这里 他可能是从这边过来的 他也有可能是从这边过来的 这个就是不同的路径 OK 就是不同的路径 那kinetic process 就是在告诉我们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会走什么样的路径 然后他的速率是多少 所以记住 在kinetic里面 我们希望取得的资讯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rate 一个是path OK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去预测 你的这个材料系统 他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在thermal dynamic equilibrium 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这个 OK 所以你如果说 要问自己 thermal dynamic 是什么 就是 假设你的这个系统 在thermal dynamic equilibrium的这个情况之下 OK 那equilibrium 我这边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就是说 stay function does not change with time 他的这个状态函数 不随时间而变 也就是说 这个f 这个状态函数 他不会随时间而变 OK 那这个是由 thermal dynamic 给我们的 资讯 OK 所以你如果在这边 你注意到 这边 不会有time dependence的变化 OK 不会有time dependence的变化 可是呢 当你要从一个状态 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样的这个变化 就牵扯到kinetics 你如果只是定义 不同的状态的话 doesn't matter 我不需要跟时间扯上关系 而且实际上 你在thermal dynamic grip thermal dynamic里面 通常也是假设 就是说 他经过过久的时间 然后他已经达到 平衡的这个状态 OK 然后这个状态定义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都没有告诉你 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或是从这边要到这边 他到底是走什么样的路径 当然有啦 其实他就有讲reversible process 一般在thermal dynamic里 通常是跟你讲reversible process 要怎么走 OK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ideal gas law ideal gas law 我们来去做一个阐述 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三个点就代表什么 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状态 OK 不同的压力、温度 然后这个more数体积 OK 这个大概就是ideal gas law 里面你会碰到的这些变数 OK 好 然后呢 你看 他现在这个PV等NRT 这是我们的ideal gas law OK 那我们要从一个状态 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牵扯到什么 压力跟体积要变化 re-adjustment OK 那他去对应到就是说 这个质量或者是温度的变化 所以这个整个process就是说 我可能某一个process 他改变了温度 或者是改变了more数 那他这一边的话 他是more数 他N1变成N4 more数变了 OK 那more数变了 实际上就代表了 这个系统里面有mass transport 有质量的这个牵移 OK 那所以他从一个状态 跑到另外一个状态 那另外呢 从这边到这边 他可能是T4变成是T6 所以温度变了 那这温度变了 也代表了这个系统里面 可能有热的交换 热的交换导致你的系统 温度层层变化了 OK he flow的这个process OK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告诉我 PV等NRT 实际上就像热力学上面 告诉我说 哪一个状态 你哪一个 这个压力 体积 墨尔数 跟温度的时候 他就应该落在哪里 OK 可是呢 他并没有告诉你 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 他的这个速率到底会是多快 走什么样的这个路径 OK 他并没有告诉你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针对热力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summary OK 第一个 他是要提供一个 就是说可以描述你的这个材料系统 而且这个材料系统必须是在equilibrium 情况之下的材料系统 在equilibrium 情况之下的这个材料系统的base line 或者说他的这个参考点 OK 他的参考点 这个参考点 他不会随时间而变的 这个不会随时间而变的 OK 那接下来呢 不同的能量函数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不管是内能啊 或者是韩啊 或者是Hermos free energy 或者Ju free energy的话 他都是用来去描述你的这个材料系统的状态 我们只是用能量函数 来去描述这个系统的这个状态 那注意 这一些不同的能量函数是for 不同的环境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constraint 这constraint就是他的bundary condition 简单来讲 OK 所以他可能是压力的条件 温度的条件 或是浓度的这个条件等等 像这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energy function 可是他的目的都是在定他的状态 OK 定他这个平衡的材料系统的这个状态 OK 那什么时候 所以这边就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这个系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 它是equilibrium 就是equilibrium的这个state 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出来 OK 那这边有两个操作型的定义 就是说 当一个系统达到平衡的时候 必须是怎么样 no spatial variation in chemical potential 也就是说 这个大家的这个chemical potential都一样 所以我从这一边跑到那一边 或是从那一边跑到这一边 那实际上他的这个chemical potential都没有变 OK 那这个 其实这边讲的这个no mass transport 我想应该更精确一点 讲应该是no net mass transport 没有进的这一个mass transport 他可能动态上还是有 这边跑到那一边 可是那一边一定会有一个跑过来 可是这样的这一个移动 基本上都不会造成你的这个chemical potential的一个变化 OK 那这个其实 那我们先讲第二个好了 第二个这个定义就是说 Total free energy is minimized 就是说当达到平衡的时候 当达到平衡的时候 你的系统的总能量必须是最低的 OK 那这边的话 一个sub definition就是说 如果最近达到最低的话 那怎么样 我任何的这个系统的改变 都会造成什么结果 系统的能量上升 OK 这样才是说 他的这个系统已经达到最低了 因为已经达到最低了 我只要任何的这个改变 都会造成你的这个系统的free energy 的这个上升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像是说 这个我有一个这个 跟他相近的一个一个例子 OK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 不景气嘛 然后这个 大家都在讲这个人才流动的 就是世界上这个人才流动的 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 所有的这个国家 所有的这个地区 啊 结果他的薪水 待遇房价什么 全部都是一样的时候 那我会不会特别就是说 由这个地方我要跑到别的国家去 或者说跑到别的县市去 不会嘛 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诱因 chemical potential没有差别 OK chemical potential没有差别 可是呢 如果说你有一个地方 哦 薪水很高 房价很低 那当然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诱因 那就会有一个driving force 那这个driving force 那这个driving force 就驱使的人才流动到那边去 OK 流动到那边去 所以呢 OK 这个当你的这个系统 如果达到所谓的平衡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chemical potential的 great spatial variation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哦 我在这个不同的地方 spatial是代表空间 OK 不同的地方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都一样 所以它不会有mass transport 那如果说已经达到最低 你的能量必须达到最低 那如果说已经达到最低的话 就代表着你的这个系统任何的改变 都会造成你的整个系统的能量 不要它g 就是constant temperature constant temperature 都会大于等于低 OK 所以这是两个这个操作型的这个定义 就是说怎么样去define 你的这个系统已经达到equilibrium OK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想这边大概应该都还不出你们的 这个以前所学的 这个thermal dynamic的这个范畴 OK 那因为我看一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下一节就是星期三的时候 那我们又接着就是介绍 这个kinetics的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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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